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三里 大盘再次探底,来到了俄乌战争开打的第一点附近 大盘破位边缘,一旦破位,后果还挺严重的 这周会有拯救大盘的白马王子吗? 先看大盘收盘情况 今天大盘日内走势一波三折,但是最后全线上涨 其中纳斯达克指数反弹1.29%,收回13000点 标普涨了0.57%,倒值涨了0.7% 今天大盘底部拉锯,探底概率多大 纳斯达克指数的阶段性低点是12555点 是俄乌战争开打以后恐慌抛售导致的一个最低点 这两天有比俄乌战争更大的利空吗?并没有 中国的防疫政策所打击到的是A股对美股并没有太大的伤害 反而大量资本外逃,回来补美股的资金缺口 人民币快速贬值 所以并没有比俄乌战争更大的利空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创出新低 那就是投资者心态变坏的结果了 途中黑色水平线反映了12555点支撑位 多次探底之后,要么破位下行 再跌一轮,要么止跌起稳 探底成功,大盘继续横盘整理 哪一种概率大一些呢? 美联储已经进入了晋升期 5月4日以前,不会有人再提加息的事 这周能够左右市场比较大的事件 应该是巨头的财报 正常情况下,黑色线会有明显支撑 从而维持住纳斯达克指数不进入熊市 如果反弹,会有一个小波段 标普500指数今天日内跳水之后收复失地 日线图上形成长下引线的阳线 黑色水平线是低点支撑位 目前离阶段低点还远 预计不会跌破黑线 而长下引线也说明今天尾盘抄底资金进入 后续有一定的概率继续反弹势头 KDJ技术指标来看 标普的KDJ有走平的迹象 拒绝进一步下降 而标普指数却大幅下跌 这个是KDJ抵背离的信号 一般KDJ的背离有比较大的可信度 根据这个信号 我觉得标普将会反弹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警告 即将进入熊市 理由是经济衰退和美联储大幅收紧货币政策 在我们的常规理解当中 美股只有牛市,没有大熊市 那是因为这么多年来 还没有出现连续几年的阴跌 有下跌都是短期内暴跌 狂风骤雨就完成了 早死早超生 那熊市的概念还比较模糊 大摩分析师认为防御类股票不会涨 因为涨完了 所谓防御类一般是指公共事业 银行等汗烙饱收的行业 确实这类股票在过去是涨了不少 停止上涨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在我看来 赌美股进入熊市胜算较低 原因很简单 这么多年来 逢大跌买入优质公司 已经深入人心的成为一种投资风格了 所以赌大盘不跌 总比赌大盘熊市要更有胜算 本周美股巨头纷纷公布财报 其中股王苹果也将报告成绩单 财报及其业绩指引前后 都会引起股票波动加大 而正在美股大盘探底即将破位 手还是弓需要明确的时候 指数权重股 微软 苹果 亚马逊等 这一周的财报都将是资金用脚投票的结果 主要集中在星期二到星期四之间 三天大震荡 这里面苹果是扮演拯救大盘的白马王子 还是落井下石 就是看4月28日盘后的财报了 今年一来标普下跌10.56% 苹果下跌9.37% 也就是说苹果跑赢大盘 涨的时候赢大盘 跌的时候跌的相对的少 长此以往累积涨幅 苹果产品实力雄厚 没有太多竞争对手 公司仍在增长 决定苹果财报后股价表现的 不是财报好还是不好 而是财报有没有超预期 得盈分析师认为苹果是动荡股市的避风港 值得一定的溢价 华尔街对苹果的业绩预期也有所提升 其中29个分析师评级当中 有23个评级是买入 6个持有 未来一年股价目标在161-215之间 平均目标位是193.11 这个数据是TipRanks提供 它的链接在标题说明栏里 有分析师预测今年苹果会宣布 1000亿美元的回购计划 这对一家2.6万亿市值的公司来说 也是很大的提振 因为虽然苹果市值非常高 有不少股票是指数基金配置的 还有大量基金正常长期配置苹果 筹码稳定 剩下的筹码可以归类为浮动筹码 1000亿砸下去 还是会有很大的刺激的 回购就是真金白银从市场上买走股票 流通筹码减少 对股价长期上涨很有利 同时回购计划不是分红计划 股东他不需要因为回购而产生直接的税收 2022年调整以来 苹果仍然高高站在年限上方 这比标普纳指的技术形态好很多 一只股票走势好 不是看它涨的时候有多疯狂 而是看跌的时候是不是抗跌 当然最好的是涨的时候疯狂 跌的时候也抗跌 但是世界上这么好的是挺少的 苹果常年是涨的时候表现优秀 跌的时候抗跌比较稳 即使财报不如预期 技术面上也有年限的支撑 预计整体技术形态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长远看仍然稳定上升趋势为主 如果因为财报不佳突然杀跌 会带坏大盘让大盘破位 如果财报超预期大涨 将带领大盘探明底部 挽救大盘在悬崖边上 马斯克收购推特一世有了新进展 此事真是峰回路转 股票上涨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马斯克举牌 买入9.2%的股票 拒绝加入董事会 并提出430亿美元进行收购 董事会一时无法接受制定的读完计划 然而在最新的消息来看 公司临时停牌并宣布接受马斯克的收购提议 收购后公司将私有化 马斯克有意主导一家社交媒体公司 而他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推特成为了他的主要目标 如果收购案没有办法达成 他也不可能持有股票长期当个财务投资者 他会卖股票退出 而如果收购进展顺利的话 毕竟收购价高于目前的股价相当于有人保底 未来有机会按要约收购价格卖给马斯克 下游保底上不封顶的投资是最好玩的 风险有限回报高 那么马斯克并购并私有化推特 股价预计仍有上限 股价最终将围绕要约收购价格波动 高了或低了都有套利空间 而远期的那些期权也会尽快回归 持仓量大幅缩减 否则私有化之后远期期权要交割的股票不复存在 那是不允许的我判断远期的期权会逐渐关闭 马斯克的行动涉及到三家上市公司的股价走势 直接影响是推特 渐渐影响的是特斯拉 而躺枪的则是DWAC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目前多家银行的融资安排 马斯克将通过融资而不是变卖特斯拉来筹集收购的资金 马斯克的融资能抵押的东西最有价值的就是特斯拉的股票 当一个股东把股票质押进行长期融资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结果呀 一旦收购成功 推特的投资将是长期的 与之相对应 马斯克的银行融资也将是长期的 所以股票质押也是长期的 那么质押的股票能卖吗 答案是不行的 这个相当于进一步锁定股票 大股东卖股票的机会下降 所以我觉得股票质押融资 从当前来看 如果是股票质押来融资 就减少了马斯克变卖特斯拉股票的可能性 OK 那躺枪的是BWA系 川普概念股 川普推出Truth社交软件之后 好像并不怎么火 而且并不是真实能用的 有炒作嫌疑 Twitter一旦收购成功 马斯克极大的可能要恢复川普的账号 以表明他支持言论自由的立场 那么Truth就斗不过Twitter了 毕竟炒作川普概念是建立在前总统的账号被封的基础上面的 另一方面 如果川普回归了Twitter 将推动软件活跃用户的增长有利于股价上涨 有收购炒作 让Twitter成为大盘调整以来独立上涨的股票 我小仓持有 预计很快就会卖出 Twitter公告之后 特斯拉大跳水 爸爸收了小女儿 大儿子心情不好啊 一哭二闹 三千万不要闪掉 我还大仓位持有特斯拉呢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